这次小编要介绍的古装剧《金庸武侠事件》是以单元剧形式呈现 是一部快意恩仇纵横江湖的传统的武侠古装剧 它分为五个单元,讲述了五个故事,一共有六十集 前四篇东斜吸毒,南地北盖,华山论剑,九阴真经 前四篇都算是番外编各八集,那主体部分是三十集的铁血丹心 这部古装电视剧,正如其名,是对金庸先生的经典武侠小说的重新演绎 借助新一代演员的力量,把故事重现在观众眼前 无论是熟读原著还是曾看过旧版的电视剧 剧情早已深入人心 这一版的电视剧,不仅是为了纪念 也是对金庸先生百年受尘的致敬 在1994年电影版《东斜吸毒》中 杨朝伟的经典蜡长嘴的嘴巴深入人心 成为众多作品模仿的对象 这部影片汇聚了许多已故的港星 例如饰演吸毒欧阳峰的张国荣 甚至歌神张学友也有出彩戏份 想起来,简直笑到肚子疼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电视剧作品的演员阵容吧 该剧分为五个单元分别是 东斜吸毒单元,导演是徐冰 欧阳峰由高伟光饰演 黄耀士由周一伟饰演 也是最近刚播出的《大唐狄宫案》中饰演的敌人杰 冯恒由陈都林饰演 丹敏由罗秋运饰演 南地北盖单元,导演是邓克 段志兴由何润东饰演 洪七公由明道饰演 女主,伊火由哈尼克兹饰演 华山论剑单元,导演是曹顿 周一伟,高伟光,明道,何润东继续饰演前面的角色 加入一个新的角色王重阳由于小伟饰演 九阴真经单元,导演是张西川 梅超峰由孟子义饰演 陈玄峰由何宇饰演 铁血丹心单元导演是杨磊 郭靖由此沙饰演 黄蓉由包上恩饰演 杨康由王红义饰演 穆念词由黄义饰演 这部剧就像一本汇编的书籍 也像是近几年流行的 一小时剧情讲解的快餐视频 它是精华拼盘 还是全新创意 这将迎来剧迷和书迷们的审判 现在 焦点仍然在作品本身 是不是有精彩打戏 新一代演员是否全是得宜 对于从来没有看过武侠小说 或是相关影视作品的人来说 或许会新生兴趣一探究竟 但对于老戏迷们举例小编自己来说 看到作品名字就猜透了剧情 已经提不起半点兴趣 小编宁愿看看新故事 新小说 为什么总要重拍过去的作品呢 连仙剑系列都要重头再来了 题材真的越来越无聊了 总结一下 小编只想说人生已经如此短暂 干嘛非得啃老呢 时间就像鸡腿 为啥要一遍遍啃同一个地方 新鲜的事情多的是 偏偏就喜欢啃着过去的鸡骨头 别再啃成年鸡腿了 拍些新故事 别老拍老掉牙的剧情 都看腻了 就像每天吃同一种口味的泡面 腻得要命 这期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